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 在两年前的时候我有吃过一次新疆手抓饭 当时吃的那饭可以说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饭 哪怕到目前为止我都觉得那个手抓饭是非常好吃 但是毕竟我们之前吃的那是素食 怎么说肯定是没有现做那么好吃的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自己尝试制作一下新装 新装 所以今天我们就自己来尝试制作一下新疆的 相对正宗的抓饭 在新疆是叫抓饭不是叫手抓饭 这边准备了大概4斤的羊排 这时候的话我们只用它这个排的部分 剩下的这个肉的话 我们下棋时沿着这个骨头 我们给这个羊排全部一条一条切 男子突然大叫 昨天隔着100多公里就听到了他的叫声 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当时我真的很紧张 我根本没想那么多 地上为何出现血迹 他突然掉了下来 我下意识的一劫 没有接住 一个掉落的误解 让他回避 我真的再也不敢做这种事情了 我再也不敢了 这究竟是人性的扭曲 还是道德的沦档 欢迎收看一派胡言 谁让他是帅小伙呢 其实也没那么夸张 就是手破点皮而已 切好羊排 我们放水里给它浸泡两个小时 先给它放一边 准备你够吃的大米 也给它浸泡两个小时 浸泡过程中 我们把洋葱 红萝卜 黄萝卜 全部切丁 实在不好意思各位 这些菜是我女朋友不好切的 因为你看我的手 噢噢噢不是比是你们的意思 是我的手 刚才不小心切那个羊排 不小心划了一刀 那个伤口就比较深 就流了差不多一身的血 现在羊排大米都已经泡了两小时了 起锅热锅烧油 油可以稍微多一点 油热后把我们的皮鸭子放下去 大概是炒到这种状态 给它捞出来备用 现在就得到一锅非常香的洋葱油 油温起来以后 我们把羊排放进去炒盒 哎呀 这羊排大概需要炒个20分钟左右 来上一小勺盐 羊排炒到这种焦黄以后 我们把黄红萝卜放进去 红红萝卜炒软后 洋葱放进去 继续翻炒一下 接着我们浇开水 摸过这个羊排就好 盖上盖子 先给它炖煮20分钟 现在已经炖了20分钟左右 把里面的汤稍微舀出来一点 把我们泡好的大米均匀的铺在这个底上 盖上盖 给它焖煮10分钟 把米饭稍微倒一倒散 刚刚我们舀出来的圆汤撒回去 盖上盖子 再给它炖煮30分钟 我们来盛一份 哇塞真的太香了 各位这样一份非常美味的抓饭就制作完成了 先拿一块这个羊排 我觉得我这做的这个 不管是颜色还是各方面都挺正 太香了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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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它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米饭了 它对面的每一粒米饭都没那个羊油所缠绕 吃起来很香 如果我觉得我这有个缺点 我觉得它米饭还没有到那种很干香 其实按正常来说 上面应该放一点那种葡萄干的 不过我不是太喜欢 吃饭里面它又吃到葡萄干 我觉得就这样做的话就很香了 真的我觉得手抓饭太香太好吃 哇怎么会吃这种焖米饭的方法 哇真的要胖 减肥的人真的不能吃这个 这碗叶它虽然香 但是它油 一般那种油大的食物其实都香 剩下一点底盘 给我女朋友尝一下 OK给各位总结一下吧 就是我这个手的话到底啥时候才能好 哇不是就这新疆手抓饭 推荐大家去做一下 说实话有机会我一定去新疆吃震动的抓饭 它跟我们平常吃的炒饭就不是同一种感觉 就是你吃下去你会感觉满嘴都是香的 OK那么今天的视频差不多是这里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这些视频的话 可以帮我点赞评论关系的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这手到底啥时候能好